大家好,我是青石 今天跟大家分享几颗 求生欲望非常强的小勺药根 非常惊奇 我们画面面对的小勺药芽 其实是一个两寸长 去年秋天 并没有一个芽的小勺药根的根段 放在图里 一两寸的地方 今年春天 它自己发出了一个鲜活的芽 大家看到 而且是从根梢上面发出来的 我们说根梢是远离根茎的 根茎上面才是长芽的地方 它从根茎上发出来 完了以后,根茎的粗的头的地方 靠近根茎的地方长了几个根 看样子 它把头尾一掉 它的尾巴就变成头了 那么它以前应该算头的地方长出几个根 把它换成尾巴 这样一颗鲜活的生命又诞生了 这个现象非常有趣 我们说 少要有芽才能活 但是它没芽 可能也能活 这一定有一定的比例可以发芽的 那我不敢说每一颗都发芽 但是一定是有一定的比例的 这个求生欲望之强烈 真的是挺罕见的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看这几张照片 这是一个资深花友 POSE出来的 去年它拿了几十段 两三寸长 一个芽都没有的 一大把少咬根 平铺在 图里边 埋上图 今年 发出了一堆的少咬芽 看到没有 中间出来的两头长根 有 头上长芽 怎么样 头上长芽 中间长根 什么情况都有 但是这些 是 都没有芽的 去年 今年怎么样 都发出来芽了 不能说都发出来 一大部分都发出来了 所以这种现象可以给大家一个启示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谢谢大家